大家好,我是Mia 欢迎来到Mia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来进行一个挑战 那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一天 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今天就想说随便记录起来 看看我今天都在做什么事情 先走去Seven买了一盆沙拉 然后又买了一杯咖啡 后来呢就坐在Seven的椅子上面 然后准备来吃我的沙拉 还把电脑给带来了 这边顺便跟大家呼吁一下 买Seven的咖啡 记得要自带一下环保杯 这样不仅可以省五块钱 还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哦 秀一下我的新杯子 我真的觉得太好看 而且太好用了 这个沙拉我自己平常也很常吃 因为这样一盆大概就是一个成人 一天一半的蔬菜量 所以这样一盆一天一半的蔬菜量就解决啦 亲爱的太阳公公早安 当时我就很骄傲而且很惊讶 因为我发现这种转角镜它居然是软的 抓到一只小牛在路上偷吃 我刚才呢去去城市看了一下口红 因为我最近很想要一只豆沙色的口红 然后我就试在手上 不过没买 然后我现在打算找一间 这间是甜品店 这间 然后去里面做功课 首顶 刚才呢就已经离开甜点店了 感覺超幸福 因為甜品超級無敵好吃 現在呢就打算要走去麥當勞買一個漢堡 可以邊走邊吃 或是就是我今天的午餐啦 今天嘗試製作點餐 等超久人超多耶 我現在呢我剛想法我想要走去美麗華 然後去看成品 走去美麗華的路上先來蝦皮領貨一下 結果最後因為我懶得走就坐捷運了 抵達美麗華啦 哈囉大家我現在在美麗華室外的這個座位區 然後我準備坐在這裡吃我的麥當勞 而且呢我現在手機只剩下17% 你知道因為拍影片的真的超級無敵耗電 所以我就沒有一直拍著 我就是偶爾拍幾個片段 但還是快沒電了 我已經好久沒有吃麥當勞了 完食了 我大概才吃了5分鐘 大麥克我真的可以吃超快 吃完我的午餐我就來逛成品書店啦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我剛才在美麗華晃一晃 結果呢我爸爸就打給我說他們也在美麗華 所以我就借他們的那個充電器充了電一下 我現在手機有30多% 對那我就想說我先去全聯買個菜 就是因為我下個禮拜要挑戰自己每天做午餐帶去學校 走吧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我現在已經走到河濱公園外面這邊 對那我現在是在這個草地這邊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找一個地方坐下來 然後進行一下嗎 現在天氣其實還算明亮 然後現在也才3點多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坐下來休息一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剛才買了什麼 剛才買的這是優格 然後還有萵具 我最愛吃萵具了 還有 即時玉米 然後買兩根即時玉米 還有玉米筍 不過玉米筍它被藏在下面了 我下禮拜的禮拜二到禮拜五 會自己帶便當 對那我就應該是也會拍影片 因為這對我來說呢 算是一個還蠻具有挑戰性的一個目標 對因為我是一個只要進廚房 就一定會炸廚房的人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記錄一下的 我覺得今天這個挑戰還蠻特別的 因為就是像 因為在疫情的關係下 我們已經關在家裡很久了 所以 偶爾給自己這樣出來放鬆一天的時間 不要有太大的壓力 也不要有什麼行程的規劃 就是 依照自己的感覺跟心情去走 我覺得很開心而且很放鬆 重點是一定要自己一個人 一定要給自己獨處的時間 你已經有一坨狗 有一坨狗大便 我前陣子是真的事情蠻多的 然後又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所以前陣子還蠻壓抑的 這幾次我就有幾天都給自己放假 就心情直接好超級多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沒有比較好 但是我從小大家就一直有黑眼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已經就是 有 提長睡了 就是可能每天都十點就睡了 可是 還是有黑眼圈這個問題 真的是困然我超級久的 如果你們有什麼 解決黑眼圈的方法 一定要告訴我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一定全部都會按讚 而且呢其實像今天這樣我自己出來換半天 我差不多早上十點多出來的人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四點多 我這樣出來換一天 我也就花一千塊左右 然後這一千塊都是飲食的部分 因為我今天還有去吃了一個下午茶 對那下午茶就兩百塊 然後還有加上剛才買菜 買菜就是後面五天的中餐的錢了 還有我還有去拿包裹 拿包裹也三百多塊 我扣掉買菜再拿包裹的錢 其實我今天才花不到五百塊 如果你們喜歡那個系列的話 我之後可以就是拍很多集這樣 欸我看到太陽了 太陽出來了 那我等一下 在這裡再坐一下 應該就差不多就要回家了 對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喜不喜歡我這種 一日挑戰的系列 那如果喜歡好之後可以 嘗試就是比較多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挑戰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